那有沒有因為這種憤怒或不滿情緒 有過什麼衝突嗎 有一次我媽罵我說 我就直接把滷肉飯丟到牆上 然後我就直接衝到房間裡面 我有試過我每次生氣 我看誰不爽的時候 我就在心裡唱這種歌 愛是很久仍然悠悠恩恥 愛是不嫉妒 青春有點煩 我該怎麼辦 哈囉我是柯軒如 有時候會不會覺得自己特別的 暴躁 意怒 愛生氣呢 跟別人講兩三句話 就是忍不住壓開 但是事後又覺得好像有點後悔 或者是在別人眼中的小事 可是自己就是控制不住的發飆 到這個狀況該怎麼辦呢 今天我們就有邀請到 饒舌歌手春艷來跟我們聊聊 哈囉大家好 我是春艷 你也可以叫我阿春 所以以前國高中的時候 處在一種很憤怒很生氣的經驗嗎 我偶爾處在那種狀態裡 你看我可能一早起床 一想到我今天要去上學 我就覺得超神奇的 為什麼要去學那些 我完全沒有興趣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有點絕望 就是因為你知道 你沒有辦法改變這些事情 頭腦沒有辦法很釐清去 這件事它為什麼讓我生氣 我都不知道 但你就會接受到那種感覺 我就是在一個不知道的情況下 去學校繞了一圈去補習班 然後去跟同學混 繞一圈回來 然後帶著滿身的怨氣回到家 然後我爸媽又問說 你去哪裡 你怎麼那麼晚回來 回打球喔 你跟誰打球 我不想跟你知道 我不想跟你說 打什麼球都沒有好好念書 然後我就直接衝到房間裡面了 就是我回到房間 我就是開始聽音樂 然後就開始 一直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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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那些東西是哪裡來的 我那時候可能才國一國二 我不知道有什麼管道 可以去宣洩我這個不滿 然後國中的時候 聽到NC Hot Dog 他寫歌罵補習班 罵一些流行歌手 然後聽到哇 也太爽了 音樂還可以罵人 所以我就上網 隨便找一個伴奏 然後我就在考卷背面 開始寫歌 開始寫歌 是寫關於什麼的 罵學校 罵主任 那有沒有因為這種 很憤怒或不滿的情緒 有過什麼衝突嗎 很多啊 跟老師跟同學 跟我爸爸跟我姐姐 應該說那時候身邊的人 幾乎都 都衝突過 但是 父母 就是絕對是承受我 最多 負面能量的人 我記得有一次我媽罵我的時候 我愛吃滷肉飯 我就直接把滷肉飯 丟到牆上 太神奇了 我那時候當下我第一個反應是 好 我媽要來罵我了 我就頂住 結果沒有 她就是露出一個 有一種被傷害的一個 表情 然後她就說我不跟你說話 她就走到房間裡面 其實我也有點受傷 因為我不知道行為這樣 如果我媽 直接來罵我跟我衝突 我再頂撞回去就好 可是那一次其實我印象蠻深刻的 就是我媽突然沒有要罵我 然後我也是蠻束手無策的 但你現在回過頭來 可以比較清楚 那時候知道說 很清楚 大概發生什麼狀況嗎 我覺得我現在看就真的很清楚 就是我可能沒有自信 可能我有喜歡某一個女生 但是我得不到她的注意 不然就是很單純的 考試考不好 在學校的麻煩被罵 我覺得青春期 感覺有某一個東西被打開了 就是同才 我漂不漂亮 我帥不帥 我有沒有受到很多人的喜愛 這些東西 它好像會在 國高中的時候 你突然會變得很在意 所以在那個時候真的是很混亂 然後會 五時五刻都有龍捲風 龍捲風在內心產生 然後這些事情 我真的沒有辦法一一的 跟我爸媽講 可能也許剛開始 我有試著跟他們講過 當然我講了幾次發現 他們其實根本沒有在聽的時候 我就 好 那我就不講了 我記得我小的時候 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氣 跟我爸媽說 我以後想要學畫畫 然後他們那時候聽到 就是天方夜譚 那就是 你怎麼會想要去讀這種東西 然後他們的那個破冷水 其實超級傷到我的 我覺得我好不容易 把我這麼內心 我這麼 對未來我有一個想像 我把它講出來 可是 知道他們是破冷水的時候 我覺得那時候 是一個讓我 跟我爸媽封閉我內心 一個蠻關鍵的時刻 所以那時候 你就其實會 處在一種很生氣的情緒嗎 嗯 那你都 會怎麼做啊 我小時候當然就是創作 但是其實我長大一點的時候 我發現一個有點白癡 但是還蠻有用的方法 有一首歌叫愛的真諦 嗯 它是一個 你叫老歌 對 基督教的聖歌 是 我有試過 我每次生氣 我看誰不爽的時候 我就在心裡唱這首歌 愛是很久忍耐 悠悠恩恥 愛是不嫉妒 然後 但是有效嗎 真的有辦法 唱了你就真的有能忍耐嗎 我覺得一開始是覺得 很白癡 為什麼要這樣 可是 唱久了之後 我覺得還是 還是真的有效 真的嗎 哈囉大家好 我是純妍 歡迎訂閱青春發言人頻道 按下小鈴鐺 你覺得什麼部分會有效啊 反正就是他的歌詞 我覺得 他的歌詞對我來說還蠻有用的 覺得是對你是有效的 我覺得我那時候寫更多的歌 畫更多的畫 原本先從紙上書包上畫畫 我開始一路畫畫畫 畫到牆壁 畫到書櫃 最近我回到我以前住的家裡的時候 我看我小時候房間 書櫃上面全部都是塗鴉 拿各種貼紙 然後我那時候 我上個禮拜看的時候 我覺得 這小孩子有病吧 其實仔細想一想 真的蠻可怕 可是那時候 那真的是 我覺得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 靠這樣去發洩 因為我不知道 怎麼用說話的方式 和同學 或是和我爸媽表達 所以我就是把它畫出來這樣子 那我覺得 雖然我 我很 也很健忘 所以我覺得 學習去忘記 學習去放下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那時候躲到我的創作世界裡面 我覺得蠻大一部分就是因為我要忘記 現實生活中 當我不開心的事情 其實到後面我甚至寫歌不是在表達情緒 我只是 寫出一段我覺得很酷的歌詞 很爽瘦 我自己就會很嗨 然後在那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 然後不開心的事情 他就 就忘掉了 就自然的忘記了 所以寫歌對我來說 就像有一些人他們心情不好 他們就去運動 嗯 然後他也不見得是要把自己的不滿講出來 但反正我就會做一件讓我很嗨很開心的事情 我自然就會把不愉快的事情忘掉 如果有人覺得我就是沒有才能 唱歌或畫創作什麼都不會 我甚至很不會打電動 然後體育也打球也打得不好 我人際關係也很差 大家都不願意跟我做朋友 那我這時候 很生氣的時候我可以怎麼辦啊 要放空我覺得 有一些人可能會覺得 他心情不好的時候做事情 可以讓他轉移注意力 可以有一些人做事情 他可能會越做越煩 如果你是屬於 越做越煩的那種類型 那我覺得你可以學習 就是不要做事情要放空 小時候我蠻喜歡 我其實蠻喜歡去河邊走走的 我記得我和我一個好朋友 我們都很喜歡去 關渡的河邊 看捷運 看那個河 然後或是去一些廢區裡面探險 其實也不是為了做什麼事情 但是我們暫時逃離了我們學校走遭 然後逃離了可能會被父母 被其他同學遇到的那些街角 我們到一個沒有人知道的地方去 然後我們就在那裡聊天 然後不做任何事情 我覺得這些回憶 他其實對我小的時候來講 是還蠻鮮明的 即便他是一個根本沒有在做什麼事情的一段時間 那感覺是幫自己爭取一點空間 是耶是耶 現在不是很流行 就是他某種程度上也是因為 很多人在這高壓的社會下 他真的是無所適從了 所以我覺得你真的沒有辦法 做任何改變的時候 那你起碼要學會一件事情就是要放下 和自己說你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你把它寫下也可以 所以如果你真的任何辦法都沒有排解他的話 那你就和他共處 因為有一天他會變成 你很厲害很厲害 很重要的一個能量一個推力 最後會蠻想問問看的就是 或許我事後慢慢都可以找到一些方法 就是當下的時候 當我整個人已經快控制不住 我整個人要爆了 不管是爸媽狂念 然後朋友狂挑釁 在那個當下 你有什麼方法可以給大家嗎 有時候你真的忍不住的時候 你就去跟他fight看看 可是你要知道這些事情它是有後果的 你有辦法承擔它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在我長大的過程 一次一次跟別人吵架的過程中 我學習到就是 也許我會生氣 但是我可以控制我生氣的程度 你可以很義正言辭 很嚴肅的去跟別人講這件事 你也可以是冷冷的 但是把話講的分量講得很重 吵過一次之後你會發現 你這一次的程度到哪裡 也許你吵久 你就知道怎麼跟人家拿捏 但如果對方已經造成傷害了呢 就跟他道歉 就跟他道歉 你有意識到的話 你可以馬上跟他道歉 嗯 那你沒有意識到的話 也許事情會往更糟的方向去走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的學習就是 要有自我覺知 我覺得即便你生氣 但是你可以把它練到 你是有自我意識的來生氣 你可以釋放出我時間要用多少火力 來跟你講這個話的時候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蠻不錯的解決方法 我覺得 嗯 因為常常很多人會想壓抑 可是那個壓抑常常只是之後的爆發 對 所以我可以生氣 然後我可以說出來 可是我可以選擇 我要用零到一百百分之多少 去表達我的生氣 我覺得我就是從國中的時候 一步一步認識自己 認識自己 認識你 然後認識到現在 我就慢慢去改進 因為生氣 它也許可以發現你一時的情緒 可是 我覺得長久來說 它對自己的心理真的沒有很好受 其實生命當中 總是會發生讓我們生氣的事情 生氣有時候就像怪獸一樣難以控制 但就像陳彥說的 我們也可以找到一些方法 調節自己 慢慢找到跟生氣共處的方式喔 謝謝今天 陳彥跟我們分享這麼多 記得訂閱青春發言人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Queensland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君